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監視器畫面看到 一名小女童躺了下來 只是想跟後方的同學玩 就被一名女教保員揮手打頭 而這名女童這樣被打 疑似不止一次 家長發現女兒不對勁 還曾看到臉頰上有巴掌印 詢問之下才得知 教保員打孩子 打哪裡 怎麼打 這讓當爸媽的無法接受 跟原方要求調閱監視器 看了之後發現 才短短兩天 就有七八個孩子 都被這名教保員打過 像是拿書本扒頭 午休時拿藤條鞭打 還有徒手連續拍打 甚至怒摔學童書包 女童爸媽 氣得早上人氣YouTuber爆料 也因此讓這起事件被揭發 他是一個沒有辦法能力的孩子 那你這樣欺負他 你這樣打他 他沒有辦法為自己發生 事發時間是在五月間遭控訴的 就是高雄三民區 這家私立幼兒園 原方坦誠女教保員 確實不當管教 對於這種行為 我們是不容許的 我們開除 原方還強調未來會加強巡航 以及對幼教人員的督導 教育局經過審議也做出了財處 財處行為人三萬六千元花還 並應接受十二小時幼兒輔導管教 及情緒管理課程 同時也採罰幼兒園的負責人 而被教保老師打頭的四歲女童 家長說已經辦理休學 目前上身心課程進行心理輔導 希望孩子能夠早日走出陰影 能夠再快快樂樂的去上學 華時新聞邱君平 許文藍 許麗森 高雄報導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時新聞 YouTube 頻道